家裡已經這麼多玩具了 最頭疼的就是 寶寶越來越大 玩具越來越多 已經快要淹沒你的家了 這個時候呢 要怎麼樣養成寶寶 自己會收玩具的習慣 我們會跟家長講 因為家長也常常遇到這個男子 就會來跟我們討論 那我們會說 其實在小時候 像剛剛有講到的 差不多九個月 十個月 它這時候不是會有收 會有拿 丟 這時候的動作 所以你這時候你就可以 差不多那時候就可以了 你這時候你就可以 因為這時候是一種建立良好行為 所以比如說我們玩玩玩具 玩玩的就說 等一下喝那一那了 我們來收拾吧 然後你就邊講 其實它聽你的動作 那你就 它會丟 它會拿 它會丟 它認為是好玩 它就丟 然後它會模仿你的動作 你就丟 丟完它就知道說 每次這樣子就是收 那在它做完這些動作的時候 你要讚美它 你要跟它講說 你是媽媽的好幫手 你就幫忙收玩具 那久了它會變成習慣 那這時候慢慢慢慢 它之後它就會有這個 那可是我們等到三四歲 或幾歲 它這時候已經習慣建立它 玩完就人就跑掉了 那這時候你再叫它去收 這時候就是一種改變行為 改變行為就很難 所以就是可以從小 對 從小 九個月 一歲的時候左右就差不多了 對 這時候它是用玩的方式 去建立它的行為 東西要丟到這邊去 東西丟到這邊來 然後你還可以跟它分類 剛剛不是講 它這時候不是會分類嗎 因為它這時候也滿聽話的 對 它如果在玩 叫你嗑這個女生 對 這個頭這邊 它這個頭這邊 這個球隊頭這邊 然後你就是這樣講 它就是 然後到三四歲的時候 這時候你想想看 它已經養成這些習慣了 那這時候你再叫它去 收玩具 這時候對它來說是懲罰 它收嘛 剝奪它看卡通的時間 它如果不收就被你罵 所以它收跟不收 都很困難 對 很危難 對 它都不要做 這些都是它不愛的 那這時候你就是要用一些條件交換 有沒有 你收了我就可以 怎麼 有什麼給你 對 等一下給你吃餅乾 或等一下就帶你出去玩 買什麼東西 那這樣子的話 就會 就會來說就會比較困難 不過這時候也沒有關係 還是可以 在家裡面有一些方式 比如說取得一致性 家裡的方式都要一樣 比如說你就是規定它 玩具一定要收好 之後你下次才能再玩 不然你就不能玩 而且你也不能離開 它一定會哭 草躺在地上有沒有 傻野 通通都不起來 它一哭 可是全家就知道 這時候還不要離它 對 可是這時候你要觀察它 為什麼不收 比如說隔壁房間 開卡通開那麼大聲 你覺得要去做什麼 等不及了 對 它這時候怎麼要收 對 再等它們要去玩 所以這時候就是要把一些 干擾的因素先去掉 然後全家的做法一致 當它收好的時候 立即就是給它微笑 給它讚美 它知道這是好行為 慢慢的它就會改過來 是 好 原來從九個月一歲就可以了 對 九個月十歲 都還以為要三 四歲才可以 那時候已經要改變就難了 原來是這樣 所以讓寶寶養成動手做 動手收玩具的好習慣 其實從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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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做起了 好 那我們今天跟觀眾朋友分享 怎麼樣幫助寶寶選一個適合他的玩具 讓他在玩玩具的時候 有什麼他應該有的發展 最後請三位專家 跟我們一起最後的丁玲 我會 剛才提到的東西都是現在非常重要 選玩具的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安全性 然後第二個來講的話 還有另外我要提醒各位的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玩玩 買玩具之後那個塑膠袋 包裝 這個很重要 有的小朋友就給他就是套在頭上 那會窒息 對 那會窒息 所以塑膠袋 你不要說就給他 就讓小朋友自己去處理 危險 第二個就是玩具裡面的電池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我不喜歡 我喜歡這種比較傳統性的玩具 有電的東西來講的話 一定會有電池 電池第一個 吞進去之後來講的話 這是可能是需要手術的 而且電池來講對環境有污染 有遇過吞電池 有 很多 有 電池有 對 水音電池 或者是一般的那個 現在有弄小顆小顆的 減典的那種水音電池 那個很麻煩 那個很麻煩 那個也很多 對 那會中毒嗎 那不只會中毒 它可能會有腐蝕 所以 為什麼會充電 然後抽擺電力 所以電池的處理 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就是你買新電池 你不要讓小朋友自己裝 他可能覺得好玩 就給你吃下去了 那電池那個地方 是不是我們可以做一些 比較好的房子 要能鎖 就要能鎖的 安全的玩具 其實它對這個部分來講 甚至來講 他們就是有的就是 其實這些都是用鎖的 對 自己沒辦法開 不好開 不好開 好 來 護理長 就是說 其實我們建議家長們 就是說選擇玩具要 讓它多樣化 我們不要用刻板印象 比如說大部分的小孩子 男生會喜歡車子 女生會喜歡洋娃娃 當然是我們給家長的建議是說 男生也可以玩洋娃娃 女生也可以玩車子 因為現在社會就是這樣子 當他玩這些玩具的時候 不要去制止他 還是要給他肯定 讓他尊重他 因為現在其實是兩性平等 而且這兩性的關係已經 兩性的概念已經沒有像 已經打破了那些界線了 對 你從小的話 如果灌輸他這些觀念 有的時候他到他長大 他反而會跟他的一些 所以無濟剛的媽媽 就是沒有阻止他玩搖娃娃 對啊 跟爸比娃娃 對 他才能夠畫這麼多漂亮的衣服 對 好 來吃看看 然後我覺得還是要安全最重要 而且要選認證的 然後像小朋友在玩的過程 你要注意有一些細節 像會掉的那種小東西 像小朋友會玩啤啤彈 對 每次都經常有射到眼睛的 射到鼻子的那種很危險 所以像這種小的東西 就要很小心的 不要讓小朋友去接觸 好 非常謝謝今天的專家 也謝謝觀看容金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了 拜拜